叫好你哦 叫好你 当你懂得了体谅 你的生活在也不会有惆怅 当你明白了这道理 你心情将会更开朗 专业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 住在苗栗的张峰音世界 20几年前立到恶心中流 虽然治疗的过程很艰苦 但是有生身的背叛 他会惊怯 身体也渐渐回落 但是后来 生身电动因为变鼻翁声 让他感觉很无奈 现在已经七十八岁了 想不到心想还发现 吉档的重流 这世已经没在身旁了 他是要怎么拿出勇气 来面对这个挑战的 这个叫甩手钩 放松做 不需要说它做得很快 或是甩得很重 就是很轻松 让它很自由的甩 我生病已经快十个月了 然后医生说我有这个不好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说 我体力还不错 我就是要继续往前 要把握现在 我会把握上的东西 我看出来 好久没了 我特别在前面 不知是 我的名字 我看出来 是 可嘉嘉川的 很年轻松 我还是在这种地方 你吃藥嗎 對喔 你好像我兒子一樣 我兒子喔 一看我 就要叮叮叮 我說媽你也要吃了沒 我有時候會忘記 有一點苦喔 還是要喝 我的朋友都會說我很傻 他說自己捨不得吃 捨不得買漂亮的衣服穿 給錢拿去捐出去 我說其實我捐的只是一部分 你也不要講到這樣子 我說你 他這樣講 我會覺得說他說我很傻 我沒有覺得說我很傻 我就覺得說我幫助你 我很快樂、很高興 這菜都是有機的 真正有機的 沒有撒濃料 而且沒有撕別喔 只有酵素 那個去焦 或說就是用那個豆腐炸 豆腐炸 謝謝 鳳雲師姐24歲時結婚 生姓是一位積略君人 對親交告 對三個嬰兒也很痛苦 20多年前 他去檢查 发现自己在到恶性中流 那个时候因为有生心的背变 他不觉得走陷 身体也慢慢回复健康 但是后来生心刷电脱打扁 很快就往生 让他生死有很大的打扣 那时候53岁 那时候先生在我不会怎样 我觉得说有病就要治 就开刀 开刀以后化验是不好的东西 所以就开始做化疗 不会怕 因为现在还在 以前的医生比较保守 我像接下来说我直接跟你讲 他比较保守 他就说 我说没有关系 医生你跟我讲 我到底是第几期 他说大概是二三期 我会觉得我很幸运 我先生陪我两年多 他做了 所以你看那个几年的功夫 因为我生病到我先生走 才不到三年 这真的很难接受 他才会相信自己的那种病 是这么可怕的病 为什么我竟然还活着 我先生好好一个人 结果就倒下去 就这样子 还在喔 还在喔 你看 就这个老古董的 他后 没结婚之前 还年轻嘛 他没想到说在台湾会结婚 所以他就买了这部相机在玩 所以他结婚的时候没有钱 竟然还在 就是自己照的 就这个 还有这个 都自己照的 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夫妻从来没有什么发生 口角 没有 就互相很疼惜 他很珍惜我 我也很珍惜他 他总认为说 在台湾有一个家是很幸福的 这样子 我以前住在多汉坪 很多人都很羡慕我们家 说我先生这么好 然后孩子很乖 你看小时候虽然不是很富有 但是看到小孩子 你看他们就很可爱 就觉得说很幸福 那时候都会这样感觉 这张就是土土的 你看 我现在看会啦 会很感伤 不过想想 人的一生变化 本来就是很多嘛 没有办法说 一切如愿 那时候五十三岁 说得很干脆啦 我就说 那我如果走了 就烧一烧 少到大海就好了 那你没有对你爸爸好一点 就很潇洒啦 对自己好像很潇洒 没有碰过那种 失去自己所爱的人 那我也是讲说 你还是要好好照顾啊 你走了 我也完蛋了 结果不是我走 是他走了 我知道 我就没想到我自己完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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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的好心 在三年前 市調科技公司主管的工作 回來做自然耕作 那個時候 他沒辦法引動好心的決定 也很煩惱他未來的生活 一直到近年 他發現自己的身體還有腫瘤 再慢慢退回好心的循環 尊重他為自己選擇的路 所以有時候 市長也會讓好心 去山頂島上做工作 我還沒去做自工的時候 小小的好像都沒用 你看 才不到十天 長這麼多 我自己說 他因為壓力太大 他說再走下去 他身體會垮 一開始真的很難過 那我生病以後就想說 他上面好就好了 其實也不用太操心 比較想開的 有時候人沒有到自己有一樣的時候才覺得說 其實身體是最重要的 不一定說要賺多少錢 他生活無力 所以就是最好 讓他高興 心裡就放下了 這可以採一採 最後一批了 採完以後要把它整個 整個翻 整個地翻過一遍 準備種其他東西了 你要種什麼 再想想看 每個行業其實都有他的競爭的壓力 那相對來講 你為了去競爭的話 你也是撕掉一些 撕掉生活上的很多事情 沒有那麼必要 就是說這樣子 還在為這個更多的金錢 然後再去拼 然後加上我覺得 我想過的生活 也不想 不是那種 整天那種壓力的生活 那時候就想 就在提前離開了 那媽媽後來我才知道 媽媽實在是 為這個事情非常煩惱 非常煩惱 好像覺得說 還可以賺啊 那為什麼這樣子呢 就擔心你這個下輩子 或者是你的小孩 這些 那我其實 我因為我生活上的需求 是很低的 所以 我其實想不出理由 說我還要再 再繼續 繼續賺那麼多錢幹嘛 所以 在這樣的一個想法上 我其實是很容易 很容易捨掉的 所以看你的抉擇是什麼 人家都說 你兒子在山上 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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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 種什麼 反而 看起來身體好很多 汽車好很多 那身體的狀況 身體的狀況 就是 膽 在膽管那邊是有一些 一些總塊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 很複雜 就是說假設 要去動刀的時候 就是你去檢查的時候 會有一些破壞 侵入性的檢查 所以也很擔心說這個東西 會有擴散的那個問題嘛 我們的想法就是 不要用這種 侵入性的 這種 破壞性的這種 治療方式 也有個 呃 條件是說 他的心情自己有 有在轉 其實肝膽的問題就是 有 就是那種 生 愛生悶氣啊 然後我們自己有 心裡有事情 然後又沒有講 然後 生悶氣其實對肝膽人 是最 最糟糕的狀況 所以 我也有跟他講這些事情 這是真的不能夠 我覺得心情 尤其忠義講的 心情 身心都是故為一體的 當你的這個心 一直在那邊作弈的時候 你身不可能好 他一直都覺得這個身體就是 反正 也不是說 強求說一定要怎麼樣啊 要 要把它弄 弄得很好啊 怎麼樣 所以他 這種捨的這種觀念是 是有的 所以他 他一直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他那時候 然後 甚至就是那個大體 捲證這個部分 他都有 都有簽 那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 我當然都很支持他 這個沒有問題 我就覺得人 我的觀念也是這樣子 這個 我想學服的人 都是一樣 其實希望說能夠 我覺得還有機會啦 就是說 能夠媽媽那個心情 能夠 能夠保持開朗 那實際的這樣子 用這種傳統治療方式 我相信應該是 對他來講說 一定有幫助 他對他有這種部分 貧民的警察 他真的有權責任 我 Kaye 不要貧民 沒有這bone 不要貧民 要做什么你就很自由自在 你不要操太多心 我们都长大了 不用你操心 那真的是 我说有时候我也觉得 我有点疑似 其实真的也不需要操心 13岁的时候 就小学BEM 这么小工厂不要你 就去帮人家采茶 以前很羡慕到房子厂工作 很多金普人有的介绍 在板桥 16、17岁就做 一直做到23岁才回家 那时候回来也没事 就到营区去电影院 营区有电影院要售票员 那我白天去学裁缝 那个晚上我就 到营区去卖那个电影票 就认识我的亲身 他是管理财务 他每天 他每天那个电影收入结账 他要去收钱 他会传纸条给我 就是拿纸条折的 递给我 那我说实在的 我对我先生的印象 第一眼我就觉得这个人很不错 也很客气 好像不到一年 很快就结婚了 那我先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他从来不是像那种 会有贪念 他都没有 他如果过很贫困的日子 他都不要贪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有我先生那种 那个留下来的那个 有概念都是存在的 我家小孩也是一样 他不贪 那时候先生在世就有讲说 以后孩子大了 我们有能力的要回馈社会 那他突然走了 就我心里就一直念念不忘说 这样子我们想做的事情 我先生想做的都没有达成 那我说我后来为什么还见龙龙龙 也是因为说我们曾经有这个愿 我是比较脆弱很爱哭 其实我算是很幸福了 到后面 那我是比较有点执着 好像比较放不下 所以说苦是我自己找的 我不需要这样子 我可以过来快乐 很多人比我更苦 为什么我还在原地在打转 所以我就 现在我就觉得我这次生病以后 我后来觉得说 哦 那个都不要再想了 如果解释也算圆满了 我会想过去这样子 我本人说超见对往振折 是可以有很大的功德 那我虽然不是很富有 但是我也想说 做比较好给我我的精神 就超见的时候想说 我现在有一点疑问 想说为什么超见的牌子 有大有小 大的就是供养金比较多 那有钱人就可以做很多的工的 那穷人不是永远都没办法吗 那后来就是一个姻人 仔细睡魔祝福 我就跟着去 那是第一次接触自己 一去就很感动 我看到师父这样 我一直哭 师父讲一句话说 工德不是王姊妹 要去走 要去行 金是佛说的 你要去行金 公是公 过是过 不是说用金钱可以衡量 可以买到 这样就没用够了 上人讲这句话 我心里会觉得 我的名字答案 好像是在这里找到 我心里会说 我心里会说 交易的 要是 我心里有什么 就是 我心里会说 这种是 我心里会说 我心里有什么 有什么 我心里会说 所以我現在說 我身上有這個病 我不會說再很執著 不會 我都沒有把它當成病 我該做的我還是做 蘇貞說 這二十幾年來 經歷過癌症化療 身心嬰兒 現在又發現有單觀中流 心情難免的氣氣漏漏 但是幸好 幸福比總是有一位 很好的朋友來背叛 給他溫暖的熱量 而且他也相信自己 一定可以繼續堅定走下去 就是他這次檢查 今年才知道的 他自己很放得下 大家也很放心 是啊 只要他自己還算很開心 我們就跟著 結果 就是你擔心也沒用啊 只是會增加他的負擔而已 就是大家還是很 平常心看待 感受到說 活著要趕快做事 我們常常講說 還好有慈激 不然我們不退休了 沒地方好 對啊 增加很溫足 我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沒有朋友耶 我跟人家講說 萬一如果我跟我先生吵架的話 我沒地方去 所以他不敢吵架 我會很麻煩 這句話我最愛的 當一個人很痛苦 一定會 痛得會流淚傷心 可是那畢竟也是過程 沒有辦法的自己 所以都不能代替 幾十年來 每當我一個人在家 靜靜的時候 還是會很感傷 然後有這些好姐妹 那心情就不一樣了 出來的心情就不一樣了 緣起時候真的要把握 我現在就很珍惜啊 所以我可以做的 我很容易做 就這樣發開 發起 隱密的時候 那也就自在 面對一次 還有一次的鼻痛 主座的體會到 百合同學的重要 所以希望自己可以利用時間 為社會 作出一些好事 有好心的支持 跟一天幾天朋友的背叛 他說 能夠實實在在過每一天 這就是最快樂的事情 曹根菩提 請感聞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